字幕提供 各位方全民 早安玩玩 我是阿布凱 好久好久好久沒有跟大家介紹球員了 好像有大概一個月快要兩個月了吧 所以再度回到我們的 中職球員介紹系列 最近的天氣真的變得好冷好冷好冷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記得保暖 不然的話感冒是真的會很痛苦的 好啦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岳東華出生於1995年10月19日的宜蘭縣 是一位泰雅族的球員 身高180公分 體重75公斤 東華有兩個弟弟 一位是跟他同隊的老妖岳振華 而另外一位是在富邦漢將的岳紹華 國小和國中都在宜蘭發展的東華 也在高中決定離開家鄉 前往古堡家鄉就讀 高一升高二的暑假 他也代表了古堡參加紅葉盃輕棒邀請賽 而他也在賽會中擊敗各路好手 拿下打擊獎 不過岳東華高中沒有太多的亮眼表現 也就這樣來到了開南大學 進到大學後的東華 也是棒球之神開始眷顧他的時期 大學時期的岳東華各方面發展迅速 2015年人生第一次參加冬季聯盟比賽的岳東華 表現沒有特別亮眼 只留下0.190的打擊率 東華也在大學時期人生第一次入選中華隊 先後參加了哈聯盃 U23世界盃棒球賽 在U23世界盃還拿下最佳三雷手獎 參加完U23之後的岳東華也再度以中華培訓隊 參加冬季聯盟比賽 這次的他就不一樣了 擺脫過去在冬季聯盟打擊低潮 以三層三散的打擊率和一支全員打 寫下自己的生涯心油 他也決定在2017年報名參加職業選秀 最後也成為中興兄弟當年的第一指名球員 以520萬元的簽約金進入職業世界 進入職業世界前的岳東華 因為他在業餘時期的優秀表現 所以也入選成為世大運的國手之一 只是世大運成為岳東華進入職業世界前的重大考驗 不僅在集訓期間弄上了自己的右腳踝 更還就這樣帶上上陣 這項決定也為他的職業生涯帶來了重大考驗 時間快轉到2017年的世大運結束後 岳東華經過防護員的評估後 需要休息至少6到8週的時間 等於說岳東華在簽約後的下半季這段期間是直接爆銷 這段時間他雖然沒辦法練打 但還是在10月就登上了職棒舞台 生涯初登場的第一個打席 久局上半被換上場帶打 面對鄉長陳雨勳 敲出了內野滾地球遭到刺殺數據 2017年僅此一打席的岳東華 原以為會就這樣結束這個賽季 沒想到因為烏虎將換血風波 加上史耐德對於他寄予厚望 完全不顧他沒有實戰經驗 就這樣把他帶入了季後賽的28人名單裡 儘管當年季後挑戰賽 中型兄弟打擊火力大爆發 但是岳東華連二軍都沒打過 10個打數裡面留下6次的三陣 沒有繳出任何安打的紀錄 總冠軍賽岳東華也有上場 留下4個打數被三陣3次的悲慘紀錄 時間快轉到2018年 岳東華開機從二軍出發 而他在二軍也慢慢適應職業的強度 4月27這天他也敲出他二軍生涯的守轟 在二軍的表現相當不錯 岳東華也在五月中被拉上一軍 更就這樣直接敲出他在一軍的生涯首支安打 兩號球一壞球 這一球打到了一支方向穿越 哇 生涯的第一支安打 結果發生在第六局下半 打穿了三遊防線 岳東華自己也吐一口氣壓力釋放 現在大家都很有經驗 手勢馬上搭配得出來 球記得要拿回來 2018年岳東華反反復復的受傷 受傷也連帶影響了他的打擊表現 當時岳東華臉上完全沒有任何的笑容 看上去整個人非常的沒有自信 完全對打球興趣全失 不僅打擊火力上無法表現 手杯方面總共有91個手杯機會 而他發生了六次的失誤 最終岳東華在2018年 留下一城四五的打擊率 年底也持續參加冬季聯盟磨練 在冬季聯盟他也找到了打擊手感 多次敲出拳打 證明自己的實力 這一次的東盟訓練對於岳東華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接下來 東華將大放一彩 時間快走到2019年 岳東華再度從二軍出發 但是他在二軍開始有穩定的表現 中信兄弟也決定在六月中 讓他來試試水溫 看這520萬到底是丟到水溝裡了 還是就這樣找到了一個冠軍班底 岳東華也知道這次非常的關鍵 而他也有把握住 在打擊上有明顯的進步 他也敲出了他生涯的第一發全雷打 那天我記得我在現場 看到岳大哥上場打擊 我就靈機一動想說 來看一下西西好了 結果突然聽到場上越來越大聲 哇靠 球飛得越來越遠 是岳東華生涯第一發全雷打 我就這樣錯過了 同樣選擇第一球出手 在中間方向 最後越過了全打牆 岳東華三分打點的全雷打 哇這位備受矚目的新秀 其實等這支全雷打也等了一段時間了 不要再一直看阿拉隊了 首輩方面 東華也在這年上演了 奪得年度最佳美技獎的首輩 季賽結束後 越東華證明了自己的實力 整年度三成雷五的打擊率 刷新生涯新高 六支全雷打包含一支棒打 當年三陣王的李姿 進一步飛快的越東華 當然也被帶進了台灣大賽的 28人名單裡 但這時的他還沒和弟弟發動組合技 所以台灣大賽的表現 還是非常的差 時間快轉到2020年 東華這年在球隊規劃下 多數比賽都是以首二壘為主 而中西兄弟在這時候 也做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決定 就是不把吳東榮放在保護名單內 這項決定也改變了他們的球隊 因為他們即將獲得一個 冠軍班底的二壘手 時間快轉到2021年 春巡期間 月東華就選擇動刀 把2018年開始 積累下來的腳踝傷勢 全部治療好 只花了三個月就歸隊上場 月東華的表現 還是跟前一年有非常大的落差 讓中西兄弟的二壘攻擊火力 變成一個超大的無敵洞 整年度 角數2×10、2×76、2×76的打擊三圍 引來非常多的攻擊跟質疑 包含駐總的愛將 或是超水的第一指名等等 但沒想到的是 他在台灣大賽的表現 跌破大家的眼鏡 他和弟弟再度共同發動組合技 台灣大賽第一戰 月大哥就從猛威爾手裡 扛出一發全雷打 連續兩屆台灣大賽都敲出全雷打 以3×64、5×6×36的三圍成績 替自己和球隊奪下第一座的冠軍獎盃 時間快到了2022年 這年月東華可以說是非常可怕 該怎麼說呢 其實就是有一副很強的拼戰精神 整季只因為確診缺戰 其他時刻都能夠上場比賽 這一季的月東華也參加了人生第一次的明星賽 月東華這年的打擊雖然沒有特別突出 但他的防守反應能力 還是替球隊手下了不少的分數 台灣大賽也再度和地底發動組合技 多次的連線 成功締造比樂天更完美的91連線 也以4×17、5×33、417的打擊三圍 寫下了他在台灣大賽生涯的新篇章 現在的月東華在我回頭看來真的比較可惜一點 那年決定戴上上陣參加世大運 讓他錯過了不少的黃金時期 但這兩年他在台灣大賽上的表現 可以說是把過去受到的質疑和委屈 通通都宣洩出來 好啦以上就是我對於月東華的介紹 大家對於這支影片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影片結束後大家三個工作要做 追蹤我IG、訂閱跟留言 也可以去我的生活頻道都市傳說去看一下 我是阿杜凱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